近日,周海妹的意外离世,令人唏嘘不已,尤其是看到怀抱像日葵,笑容明媚的生日照,变成了遗照之后,更是让人无限感伤。 粉丝悼念的告别现场除了鲜花的簇拥,还有灵堂的被井墙上滚动的照片,是周海妹生前的经典角色。 一帧帧画面滚动,如同慢慢铺展开来的画卷,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却藏进了悲伤的旋律。 周海妹的离开,也让人更加怀念曾经港剧里的经典女主们,正是她们撑起了港剧的半壁江山。 这些女主们独立、自信,从不去攀爬所谓的霸总,用最清醒的头脑对抗社会和现实。 她们美得各有千秋,撒得各有风度。 接下来就带大家一起回忆一波,这些超受欢迎,内核超强并且人间清醒的中环丽人吧。 看看其中是否有你中意的呢? 一、敢爱敢恨美艳白领,今生无悔。 沈文艺、周海妹是。 在还是黑白电视盛行的90年代,周海妹携手黎明带来初代偶像剧《今生无悔》。 该剧一播出,便拿下了当年的收视冠军,并且还挤进了TVB史上收视最高的十部经典电视剧之中。 周海妹饰演的沈文艺是一个做设计工作的白领,在母亲离世后,她来到香港找寻生父,和发小陈红住在了一起,而陈红的哥哥正是自己一见钟情的陈老。 沈文艺和成朗的初识便是,目睹她被前妻抛弃,心里不免也心生怜悯。 而后,在遇之时,这个因叛逆被父亲流放到寄宿学校的浪荡公子,在文艺遇到坏人非礼之时,出面解围。 这一次次相遇,让文艺暗许情愫,可奈何成朗还有心爱之人,文艺果断放弃这棵大树,选择整片森林。 文艺开始是探着与猛烈追求自己的建筑师高天俊在一起,正当大家都以为文艺要成为霸道总裁小娇妻的时候,文艺不仅没有放弃工作,还在订婚宴上看清了自己的内心。 为了爱情,放弃高高在上的设计师,转身投入浪子成朗怀抱。 挫败又愤怒的高天俊误以为自己好兄弟成朗抢了女朋友,开始报复,不仅害得成朗入狱,还杀死了文艺的父亲和成朗的妹妹。 面对种种变故,外表柔弱,看似逆来顺手的文艺,内心竟无比坚毅独立。 面对高天俊的伤害,她选择了正面硬刚。 周海妹从一个个眼神,将一个独立又深情的魅力女人演绎的《我见游莲》。 那一双闪着雾气的大修谋,笑起来让人如沐春风。 那时候正是周海妹的颜值巅峰,任何一个场景就让人感受到什么叫做初见惊艳了岁月,在回味温暖了时光。 随着这部剧的热议,戏外的周海妹和黎明的爱情绯闻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直到黎明在超级星期天间接承认,哪怕这段感情最终还是黯然分手。 但这也是对CP粉们一个过期的堂吧,世间好物不牢固,采云一散流里脆。 那个明媚时光的温暖女人终是和我们说了再见,但她曾经带给我们的精彩角色依然留在每个人的心底。 周海妹的离开还有一个巧合,据说她去世的那天正是黎明的生日。 无论是否属实,两人曾经的CP终是感动过无数人,也祝愿远离疾病和纷扰的周海妹在另一个世界静看繁花似锦。 二,从容自信,野心主播,新闻女王,文慧欣,蛇事慢事。 近期新闻女王的热度不断,也让蛇事慢事演的文慧欣成为了话题人物。 文慧欣作为最佳报道新闻组冠军的大佬,始终坚持着不向资本妥协, 不为噱头扭曲真相的原则,将最真实的新闻还原给群众。 作为港剧的惊喜,这部剧的主线不再是千篇一律围绕爱情。 它是把女性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同男性去做职场对抗,争夺职场地位和话语权。 文慧欣面对同行挖坑,可以凭借超高的职业素养,淡定皆坑。 对待下属可以完全掌控,发挥每个人的最大潜能,做到每一项工作都有万全准备。 面对事业,文慧欣果敢从容。 面对感情,她清醒沉着,永远强悍,永远酷萨。 当自己要求上级未能达成之时,直接罢工,并且放出豪言,我看看谁能坐我这个位置,这样的从容自信,足以上打工人,很很爱上这个职场的大姐大。 当同事得知新闻事件主人公的女儿是歌手时,想要借用娱乐的流量,扩大新闻的热度,文慧欣果断反对,坚持还原真实的新闻,而不是一味的博取眼球。 面对自己提拔上来的下属,想要将自己扳倒的野心,也是选择正面迎战。 哪怕被蒂里将自己的心腹,以办公室恋情之际收入怀中,她选择用微笑攻击内心的方式,来击垮对方的心理防线。 然而,当一味的争权夺位之际,哪怕成功取得不了不错的地位,文慧欣也还是慢慢地丢掉了自己作为新闻工作者的那份初心。 最终,一场十年前的案件,让文慧欣看清了自己作新闻的初心。 十年前的贼王案中,文慧欣在发现贼王的第一时间并没有选择报警,而是选择了跟拍,甚至在遇到巡逻的警察时,也没有提前告知对方。 以至于警察在没做准备的情况下,与贼王迎面相撞,额头正中一枪,昏迷多年,且家破人亡。 同时,文慧欣的男友腿部也受了枪伤,不仅离开了心爱的新闻事业,还落得了终身残疾。 当已经站上新闻界顶峰的文慧欣,再次被这个事件拽回地面上,他选择了说出事情真相,并且辞职。 也是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在这些年职场上的明争暗斗中,早已陷入名利场的漩涡之中。 而最初做记者的那份初心,早已被染了色,而最终的辞职,也许这是他找回初心,重新出发的开始。 但在这个全员恶人的剧集里,文慧欣也是相当出彩的。 正如他的扮演者蛇诗曼的评价,有智慧,有品味,有很强的的判断力和执行力。 现在偶像剧中,总是把新闻主播设定成靠着男人上位的傻白甜,而文慧欣的出现就专制这种人设。 他不仅赶重赶拼,而且拒绝恋爱脑,全力搞事业,玩的全是手段。 可是,这个运筹帷幄的大女主,也并不是那种天降之子,在他还是菜鸟之时,他也是为了一个独家,拼酒,蹲点,甚至在现场害怕到边哭边播报。 港剧的魅力,就在于他追求的永远不是完美,而是真实。 真实的职场,真实的斗争,真实的输赢,真实的独立女性。 所以,别说女星年纪大,写好剧本,让你们看看姐姐们,如何杀疯你。 三,明媚可爱谈判专家,谈判专家。 叶可仁,文宋贤士。 谈判专家的可仁,估计是多少人曾经的白月光吧? 那灵动的大眼睛,人畜无害的小圆脸,这样的谈判专家到场,多多少少都得加点分吧。 别看叶可仁长得可可爱爱,一副郁软花柔的小模样,但生活里,他可是撑起整个家的小顶梁。 不仅要照顾多病的母亲,还要管教两个妹妹,全部重担都压在他的身上。 这种设定的港剧女主,可不是找个富豪嫁人的玛丽苏剧情,而是要升级打怪,做自己的大女主。 在警局公共关系科就职的叶可仁,通过了谈判小组的培训和考试,成为了谈判专家,同时也结识了未来的男友,杨光。 值得一提的是,扮演杨光的是张志林,年轻时候的他,真是秒杀现在的小鲜肉。 那帅气又不失英俊的样子,是多少女人心中触不可及的星光,又是羡慕亮亮姐的一天。 再和明媚如花的可仁站一起,那也曾是被狠狠磕过的CP啊。 当年刚成为谈判专家的可仁,可没有杨光那么有天赋,就如同班里那个最认真好学的孩子,一点点笨拙的前进。 在可仁还是小透明的时候,杨光已经接受个人独立采访了,内部还做了分享。 可是树大招风,杨光被无耻记者陷害,外界压力加上上级的不信任,让杨光提出了离职。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单纯的小可仁,单枪匹马蹲守在人家报社楼下,当街追赶记者,哪怕摔到被垃圾抠了一身,也毫不矫情,也不邀功。 对待感情也是十分的善解人意,不纠缠。 在和杨光暧昧上头的阶段,杨光转身投入前女友的怀抱。 刚和杨光弟弟进入热恋阶段,又被他弟弟的前女友翘了墙角。 每次分手,他都淡然接受,不抱怨,不发疯,也不责怪,还可以淡定地继续与朋友相处。 这样乖巧懂事,开朗向阳的女孩,谁能不爱? 这样的可人就如冬日里的热茶,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只轻饮一口,便可以重现暖阳。 不得不说,港剧里塑造出的女主,真是美得更有千秋,怎能不受欢迎? 其实,当回顾这些港剧的时候,不难发现,现在所流行的后备箱惊喜,前任一哭现任必输的戏码,在2000年的港剧里就早已出现,真是不得不服港剧的超前。 四,成熟稳重,干练女医,妙手人心。 唐子李、蔡少芬是,妙手人心作为一部港剧医疗题材的巅峰,她所到来的行业冲击,应该说是第一次让观众与医生这个职业深度交流。 也是这部剧让25岁的蔡少芬凭借唐子李一脚,洗掉那些情妇花瓶、演技差等负面新闻。 甚至一举拿下TVB最年轻的时候,至今依旧无人超越。 这部90年代的戏有着明显的年代感,但是所呈现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放在如今都丝毫不落后。 女主唐子李是一个生长在离异家庭的女孩,也是一个细心温暖的急诊医生。 她为了男朋友学会了骑机车,也会在男友入狱后苦等十年。 可职业女性,主业当然是医生了,可不像偶像剧里,医生的主业是谈恋爱。 她面对工作的时候,永远专业干练,每当有紧急情况之时。 她总是抄着一头利落的短发,走出疾风的架势,一秒进入工作状态。 也会再遇到那些不知死活,辍学打仗的叛逆少年,激发起母爱情结,愤恨的吐槽。 多几到八,是不是很威风啊? 真不知道这个年纪的孩子怎么想的。 可每个人都有恐惧和害怕,哪怕她自己也是医生,在得知自己脑子里有个血管流的时候,也是慌了神。 不仅不敢告诉父母和入狱的男友,还打了辞职报告,学着借酒消愁这一把戏,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惶恐。 在苦守十年后,堂子里终于等到男友出狱,租好房子,打理好生活的一切。 可是,多年的牢狱生活,使得两人之间的层次和社会地位,使得两人思想完全不在一个时空,最终不得不分开。 但可贵的是,资礼并没有因此而对感情失去信心,对自己喜欢的男医生依旧大胆示爱。 哪怕在女性主动表达爱意,是有些羞耻的年代,她也试图去抓住男主的手,表达自己的感情,而有意抽离的手,让她明白了男主的拒绝。 没有纠缠和不甘,而是转过头大方祝福对方。 真的是一瞬间被这个利落短发,坦率又呆萌的堂子里给偷走了心。 这部剧最重要刻画的,其实还是面对医护人员对待突发状况的处理,还有女性面对生活和职场的抉择,行动和结果。 真正做到了先谈职场,再谈职场女性。 面对生活中的不同选择,没有控制欲,没有道德绑架,尊重不同性别的感情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拍摄这部剧的时候,是在医院局的指导下,真正在医院拍摄的。 还有真实案例改变,也是用这种方式,让观众看到了更真实的医护工作。 使得之后的哪个系列都没能超越它,甚至由网友喊话,让妙手人心第一部的全员回归,拍摄一部妙手人心的电影。 现在的蔡绍芬早已是个炫肤狂魔的傻大姐,早已不是那个有着柔情双眸,粉嫩嘟嘟纯的可爱少女了。 我们保留美好的回忆,让可爱的皇后娘娘继续留在我们的表情包里吧。 五,逆风成长,师奶女警,驼枪师姐,朱素娥,观勇和事。 驼枪师姐的问世,正是香港从家庭剧转向职场剧的阶段,在内宇还沉浸在穷瑶阿姨的你浓我浓,不能自拔, 为何舒缓这个渣男狠狠欺骗之时,港剧的女人已经开始试着顶起半边天了。 素娥的女警之所以能在观众心里根深蒂固, 大概就是因为最初的素娥,就是当时大部分女人的真实写照。 而她的逆袭,第一次在观众心中种下了职场上男女平等的种子。 最初的素娥也是个想要稳定工作,可以有更多时间陪伴老公和孩子的普通女人。 只是在经历老公的出轨离婚后,出于要自强,也出于要给儿子做榜样,开启了职场女性模式。 素娥饰演的女警可不是什么生来,就是天赋一饼的警队尖子生。 起初,在警队的她,只是个热心又细心的内勤师姐。 听到枪声第一反应,也是躲到座子底下,吓得尖叫流泪,丝毫没有女警的样子。 在老公出轨后,也是郁郁寡欢,苦苦哀求,甚至一度沉迷悲伤,想要放弃工作。 在队友全部被困在榜有炸弹的房子里时,作为全队唯一希望的她,因为枪法太差,对着锁头连开竖枪都没有瞄准锁。 好在,在最后的时刻,打中了锁,解救了全队的人。 终于觉醒的鹅姐,意识到职场的重要性,开始学习开枪。 独耳朵,扣不动板机,双手颤抖,所有职场小白面对的问题,她都有。 狼狈,笨拙,甚至身上的烟火器,都显示着这个女主的不完美。 可她一直都在默默努力,她拿榴莲练重量,用喷壶练卧力,在家自嗨式健身,无一不像现实中的我们,最终她终于如愿以偿,申请了配枪,成长成了驼枪师姐。 对比现在不识人间烟火的职业女性,鹅姐是十分的不独立。 她虽然在老公出轨后,没有靠男人拯救自己,但在老公回心转意之时,还是又一次投入怀抱,差点被老公和情妇把房子和所有资产骗走。 作为偶像剧里的职业女性,可不会这么不清醒,但真实中的女性却没有上帝视角。 也是这种接地气的傻白甜,让角色更贴近生活,也更爱女主。 值得一提的是,剧中有一幕,鹅姐和男主的感情转折这场戏,是去了一家餐厅,赶上男主过生日,服务生就集体过来给唱生日歌,当众射死。 不仅让人猜想,海底捞是不是也是在港剧中学习到了精髓。 就是这样一个愈柔则柔,愈刚则刚的师奶女警,不过分刻画的职场女性,被关永和演绎成了永远的经典。 六,冷静洒爽,多面法衣见证实录,聂宝颜,陈慧山氏,见证实录,一个可以做到20年后豆瓣评分,还在8.6的评分,可以想象当时的风靡程度。 当法衣女主聂宝颜,一身黑色西装,衬着她高挑的身材,配上一副细矿眼镜,哦,疯一下就上来了,那是放在当下都不过时的装扮。 在那个年代,法衣并不是那么被人所理解,尤其当相亲对象听到聂医生是法衣的时候,不仅马上擦手,还架势呕吐。 不只是不明事理的相亲男,就连身边人都会质疑,身为女子的他,胆小不会做法衣。 可聂医生不仅当面反驳,有没有胆量是不分男女的,更是在面对尸体的时候,从不示弱。 无论是刚腐烂的尸体,还是死去多年的骷髅,都可以淡定分析,细心勘探。 这一角色,不知打脸多少歧视女性的人。 其实,聂医生做法衣的初衷,是为了继承父亲的一致,维护法律的公正和真相。 不光如此,还凭借他对尸体的了如执掌程度,成为了很多案件破获的关键。 他会通过割腕的角度,来确认被害者不是自杀,而是他杀。 也可以在身边人被绑架的时候,保持清醒,仅靠一件沾上油漆的衣服,就破获凶手。 面对职场,聂医生是一个冷静从容,干练萨爽的法医。 面对爱情,他也是理智沉静,在男友母亲想要他辞去工作,一心照顾男友之时,聂医生依旧相信男友,并且给对方一万点的信任,不去与未来婆婆发生冲突。 这部剧的主线,并不是爱情和家庭的长家里短,爱情在港剧里的独立女星眼里,从来都是锦上添花的调味剂。 因此,聂医生和男主曾家园的爱情线,也都是在职场里的日久生情,并没有过分刻画。 但即使不过分刻画的CP,也十分好刻。 多年后,两位主演扮演者,林宝怡和陈慧山同台合唱《见证实录》的主题曲《刘恒》,还是掀起了一波回忆沙,甚至让不少网友都纷纷再去回顾一遍《见证实录》。 《见证实录》的成功,少不了演员的敬业。 据说,港剧在开拍前都要去亲身体验,也就是说,在陈慧山拍摄这部剧之前,是真正去现场观摩解剖的。 就这敬业程度,哪是那些抠图明星可以比拟的? 更何况这不仅仅是一部让人童年噩梦的刑侦剧,还是一部改写女性择业的作品。 从聂医生展现出来的独立、专业、坚韧、冷酷,一度让多少女孩改写了第一志愿。 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的话语权和性别歧视也在一点点的改善。 但却总有些以自己绑上大款而骄傲自大的角色来拉低女性的地位真的是很没必要。 虚心多学习学习港剧,剧情紧凑些,专业知识推高,也别去硬加感情戏扭曲原型初衷。 其实那些受欢迎的女性角色并不是个个都靠一张皮囊,而是在无性竞争中赢得的尊重让人看到女性的力量。 在我们缅怀周海妹这位优秀的演员之余,也期待TVB这次的重返,可以继续带来更多的经验作品。